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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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位是等着 那么换句话说 等着以前修普贤菩萨这个法门的人 都称为普贤菩萨 这个普贤菩萨就叫魏贤 他还没有正德等着之前 通称为魏贤菩萨 能发普贤心 修普贤心 这个人全是普贤菩萨 那么哪些人是呢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从凡圣土下下平 一直到施暴土上上平 全都是普贤心 全都是普贤菩萨 由此可知 极乐世界 根本就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无量寿经可以做证明 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第一句话就是说 贤共遵修普贤大死之德 贤是全部啊 极乐世界 全部都是修的普贤大死之德 那么换一句话是 极乐世界 全部都是 学习 大方光佛化眼睛 难怪 彭基钦居士 他就讲啊 大方光佛化眼睛 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 也就是圆满的无量寿经 这样我们才晓得 净土跟华眼睛的关系 是一不少二啊 那么无量寿经呢 可以说就是华眼睛的精华 华眼睛的六本啊 我们今天讲的戒要 华眼睛的戒要 经文 虽然有 多寡的不同 内容啊 设计上 五二无比 这些思 我们学 净土的同学 不能不清楚 发普贤心 就是发普贤菩萨 舍大愿啊 这个舍大愿 是普贤心的 秀普贤心 全经的教诲 就是普贤心啊 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地地 可以说 一样啊 都不露 齐心动念 除世待人皆无 我们在无量寿经 在华眼睛里头啊 这个细细地来学习 普贤心的特色 是新娘大 新的真诚 没有一丝毫虚伪 新娘广大 常常说 新宝太虚 两周杀戒 我们在华眼里面 才真正明白了 太虚杀戒 杀戒是 恒火杀素的世界 佛在大臣经上 常讲的啊 华眼经上讲 不是这个讲法 世界哪里指 恒火杀素呢 恒火杀素啊 跟华眼比 是微不足道啊 华眼经上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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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不是 数量 能限制的 这个数量 说实在话 不但是 等着菩萨 不知道 如来也说不出 重重 无尽的 法界 这个心量 有多大呢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是一般大臣菩萨的 心量啊 不是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心量比这个 大的太多太多了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那我们今天想一想 我们这个心量多小 一点点小事情 都那么样的计较 分别计较 我们怎么能学 普贤菩萨 但是 真正修 修净土 希望这一生 能往生 你真正把心量展开 能够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你就能生 生到哪里呢 凡生同俱土 方便忧郁土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只能生这二土啊 舍报庄严土 那不行啊 舍报庄严土的时候 那是华严境界 你的心量还要扩大 量周杀戒 不还是没有办法 倒是暴徒 所以心量小 怎么能成就 众生实实在在扩连 扩连的是在讲 就是心量太小啊 脱开心量 是我们现前修行 第一门功课 从哪里脱开 我常常讲啊 放下自私自利 我法二职 不能不处啊 你还有我职 还有法职 你学佛 鬼神都讥笑你 你是假的 你不是真的 随时在讲的 我们今天常常想 学佛不难 修行不难 讲经不难 为什么说不难 行事 行事简单啊 样子啊 那不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 发心难啊 要发心破骨枝 要发心断自私自利 这个呢 要发心学己为人 为什么人呢 为你的冤亲在主 为你的冤家对头 这个难啊 为你自己亲爱的人 不难啊 为你的冤家对头 你要用纯净纯善的心 对那个纯心 想害你的人 这个难 那你能做到 容易的就不必说了 普贤菩萨的心 跟如来谷地上心 是一不少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就慈悲 都要满分啊 真修行的人 就在这上用功夫 这叫从根本修啊 表现在外面 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那就是看破 事出世间 一切法 提醒 提醒 现象 离世 因果 清清楚楚 明明白 这个叫做 看破 看破之后啊 他自然就放下 放下是什么 事出世间 一切 一切 离世现象啊 心里面 一丝毫的 分别执着 都没有 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了 放下是这个 彻底放下了 纯净啊 圆满的 明了 纯净 纯净 你才能帮助 静虚空变发界 一切 还没有觉悟的众生 你有能力帮助他 你自己 没有做到 纯净 纯善 你用什么 帮助别人 所以佛在大经上 常讲啊 自己没有度 要想度别人 哪有这种道理 这些话 我们听得很多 所以修行 没有别人 同一状四行 修自己的 纯净 彻底放下 纯善 真正 看破了 自行化他了 都得自在啊 自行化他 总是随便 决定 没有一丝毫的 分别 支出 要真正在这个地方 下功夫 我们这一生 才能有成就 真正的成就 是把自己 提升到 华言境界 这个是我们 一生修行 纯正的目标啊 金 大臣金 不能不读啊 多读啊 多 不是样样都读 就这一部金 多读 古人常讲 都说千遍 其意自见 你能把大方广佛 华言经 念上一千遍 这个意思 你自然 就懂得了 你说为什么 一千遍 念下来 心定了 昨天 有个居士 送我一个小图帐 圆形的 圆形 刻了几个字 我看起来 很有意思 成 于一 败 于二三 没错 你搞一样 你就有成就 你搞两三样 你肯定失败 佛这样说 古圣先贤 都是这么说的 那么四红 诗院里头 又说 放门无量 诗变学 这个话怎么讲呢 这个话 到你沉了之后 再讲 你现在没沉 那你是一门深入 沉了之后 这一门 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成呢 我学这一部经 我把这一部经 已经讲了十遍了 算不算成呢 不算 我讲一百遍了 我讲了一千遍了 算不算成呢 不算 那什么算成呢 在这一部经上 大开圆解 那你就成了 你讲一遍 大开圆解了 那你就已经成了 一遍就成了 你讲一千遍 没有大开圆解 没有成就 大开圆解是什么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 明心见性 你才算成就 为什么呢 明心见性之后 事出世间 所有一切法 你一接出 就通了 古人说的 一斤通 一切斤通 一切斤摆在面前 不通 你没有成啊 一切斤摆在你面前 全通了 你成了 那个时候叫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你就明白了 法门无量试验学 是学一门啊 我这一门通了的时候 所有一切法门 全通了 就这么个道理啊 你要那一切法门 通通通就学 你学一百年 学一千年 你都不通 为什么呢 心是乱的 由此可知 我们走一条路 通到哪里 通到自信 通到自信 本居的 薄弱智慧 这个才叫 真正通了 今天几个人 懂这个道理 不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他不老实 这个也想看 那个也想摸 不但是 是法 你没有办法成就 这个佛法 是法都不行 你看世间法 有成就的人 也专攻 业门 现在学校 这个学位 最高的学位 波斯 其实他拨不拨 他一点都不拨 他这是专攻 业门 在业门里都有成就 拉波斯 学位 他并不拨 佛门 那个开悟之后 那真正叫波斯 为什么呢 事处 事件法 他全通了 所以佛法是一意 谨信 不谨信 不算拯救 明心 明心 见信 才算成就 念佛人 你看一句阿弥陀佛 行啊 一句阿弥陀佛 念到理一心不乱 通了 理一心不乱 就是明心 见信 学一部经 全心全地 就在这一部经上 波论经大小 学一部 波论心经 两百六十个字 都能明心见心 在教下呢 不叫明 叫大开元节 大开元节 就是理一心不乱 就是明心见心 通了 整部大藏经 展开 没有一部 看不通 佛法如此 事件法也如此 事件法在他面前 你说给他听 就跟六祖讲 这门东西我没学过 你说说我听听 他听了之后 全通了 全明白了 你有什么不能解决 的地方 他来给你讲解 他确实 有智慧 有能力 指导你 什么原因 通了吗 这个 真实的学问 真实的智慧 李老师 以前教我 他非常注重 这一点 教我 学教 把重点 放在教理上 不要放在文字上 我问他为什么 教理通了 事出事件法 你全部贯通 这不是普通人们 做到的 在佛门里面 常见 上根 立志 不是普通人 老师又告诉我 如果这一层 你做不到 不得已而求其次 在教义上 入门 教义呢 是通达一部分 所以不是全体 你不是佛法 大臣要八个宗 你没有办法通八个宗 你能通一个宗 通 与这一个宗 有密切相关的 又能通两三个宗 那就不错了 决定不可以 学一步经 你就不懂得第二步经 这种修学 这叫做 死读书 念死书 不能够贯通 这个念念得很辛苦 但是 有没有好处呢 也有好处 至少 中疗善根 不度我道 所以佛法里面讲 五臣佛法了 五臣是讲 人臣 天臣 声闻 圆觉 菩萨 这个五类 学一步经 只懂一步经 不能通其他的经 人臣佛法 可以报人生 你一步经修行 你不会多我道 你能够 学个十步二十步 你很聪明 你有很好的记忆力 有很好的修学环境 你一生 学个十步二十步 你将来能得天真 出不了三界 出三界 不简单 出三界 要得禅定 什么样的禅定呢 大臣经上讲得很好 九次地定 超越三界了 那前面八个次地定呢 是三界之内的 到第九阴 超越 阿罗汉 证的 辟知佛证的 他们超越 六大轮回来 前面八个定呢 四禅 粗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这四空天 称之为四禅 八定 四禅 丹江四禅天 八定呢 把四禅 跟四空 和起来 这个禅 这个禅定功夫 八个 阶级 到第八定 这是世间禅定 最高的了 飞翔 飞飞翔 出的 那个定功 能够支持 八万大截 八万大截 有多长 一般人不知道啊 你要是 想想 佛在经上讲的 一个大截 是这一个世界 沉住坏空 一次 我们今天讲星系 这个星系 不是太阳系 我们过去 以为是银河系 现在呢 黄念族老居士 跟我们讲 不是银河系 银河系 是个单位世界 是整个一尊佛的教化区 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 是个三千大千世界 要用 一般我们计算来讲 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十万亿个银河系 这么大的一个星系 一次沉住坏空 在一个大截 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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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系 经过 八万次的 沉住坏空 你知道这个时间 多长 八万大截 那是什么 那是飞翔飞翔天人 他们的境界 不可思议啊 但是 时间再长 总有到头的一天嘛 时间到了 他的定力退时了 退时 他就往下堕落 出不了轮回 他为什么不往上再去修呢 他不知道还有上面一层 他以为自己已经到顶了 在自己觉得他已经成佛了 你看世界沉住坏空 他没事情 与他不相干 他知道的很清楚 世界沉住坏空 我们不想 不知道 仔细去想想 去观察 你就想得 第八定的境界 已经是很殊胜了 阿罗汉聪明 辟致佛聪明 为什么 他们接受过佛法 听佛讲过经 知道 这不是究竟境界 还有比这个更高的 所以 他不住在第八定 他寄宿修行 正得第九定 超越了 九定上面还有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往上去 没有止尽的 越往上去 境界不一样 但是 总而言之 都无在世界 你就是 正在阿罗汉国 皮治佛 菩萨 甚至于成了佛了 十八界里面的佛 还是没有坚信 你才晓得 坚信之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你放不下 你要真肯放下 你马上就成佛 这个佛在经上 讲得非常清楚 你为什么不能成就 就是放不下 自己很想放下 但是事实上 还是放不下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就完了 你就反复 你的心 对万物 对一切人 对一切事 对一切无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不平等 放下的人 平等 你没有放下 你还有知识 你没有放下 你还有妄想 你没有放下 你什么时候 能像佛菩萨一样 对于事出事件 一切法 不再知识 完全没有知识 完全没有分别 这个时候 你如花音境界了 花音境界里面的菩萨 跟诸位说 妄想知识 是丝毫都没有了 但是妄想呢 没有断尽 妄想是属于根本无名 最破一品 粗众的妄想 没有了 还有非常威胁 那种威胁的妄想 我们体会不到 我们也想象不到 很威胁 越是威胁 越难断 所以 从 初诸菩萨 到 实地菩萨 断那个威胁妄想 要多少时间呢 经上一般讲 三大二生期节 那是断 威胁妄想 可是 菩萨 修行 总而言之 烦恼不断 就进进退退 在凡夫位置上 我们也想得 总是 退得多 进得少 因为这个原因 佛菩萨才劝我们 求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个什么好处呢 极乐世界只有进步 没有退步 原因是说 环境好 修学的环境好 没有障碍啊 我们这个地方 不行啊 最大的障碍 人事 人事环境 不好 其次 物质环境 年终环境呢 都给我们做出 严重障碍 所以退缘 太多了 它不是帮助我们进步 它是帮助我们退步 所以这个是 世间修行 非常困难 但是话一说回来 非常困难 是对一般人来说的 一般凡夫来说的 如果对一个真正善根深厚 拘而不迷的人来讲呢 这个世界修行 是最好的环境 佛在经上面说 娑婆世界修行一天 给主讲 这个修行是真修行 我们这些人不能算的 不是假的 不是真的吧 真修行啊 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的 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 换一句话说 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的功夫 超过西方 超过西方 击乐世界修行一天的功夫 一百天 一百倍 什么道理 实在讲 这个道理不难懂 这个路难走 难走 你能够走通了 你了不起啊 那边路容易走啊 什么人在这个世界修行 有成就呢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的刑法 华严经后面的 善财通财五十三餐 那是非常具体的形式 这个世界 那个境界里头 大风大浪 大风大浪 在这个里头 不经不布 不受影响 这个人的功力 了不起啊 明文立扬 种种诱惑 在你面前 如如不动 这种诱惑 说老实话 很多大乘菩萨 要是遇到了 都会退心 你能如如不动 你的定力 你的智慧 当然超过他嘛 道理就是此 不要说别的 今天 我们在现实 这个社会里面修行 我们的定功 我们的智慧 超过隋唐 那个时候的祖师大德 肯定超过 什么原因呢 那个时代 社会上 没有这么多诱惑 他们那些祖师大德 如果生在今天的社会 未必有成就 我们今天这些人 修行人 要把他放到 随他那个时代 那样的一个环境 没有污染 没有诱惑的环境 我们也成就啊 所以你就晓得 在末世 这样环境里 坐卧到极处 你还能成就 你还能不然 你还能保持清净 你还能修成平等心 那些祖师大德 哪一个不佩服你呢 这个就是 欧耶大师讲的 敬远无好仇 好仇在我自己的心 那个心就是一个诀 一个谜 你是不是真正觉悟了 说老实话 没有觉悟 自己以为觉悟 那就坏了 那你觉悟就没指望了 如果常常想 我自己还在 你还没有觉悟 你还向觉的路上走 你还有觉悟的可能 自己以为觉悟了 那就没法子了 你永远没下去了 今天休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大事情 无过于 经典的讯息 我们处在 现前的社会 如果每天 至少 四个小时 经典讯息 决定不能少过 四个小时 再能够有八个小时 听经 一天真认真 干个十二个小时 这个八个小时念佛了 四个小时 研究经教 接受经典的 接受经典的 熏陶 八个小时念佛 一天真正干 十二个小时 你才有 能力 保护自己 不受 现代社会 这个 卧的习气 不会受他们的影响 你的功夫 平平稳稳的 向前 迈进 你要不认真 去干 把事业统统放下 你就不可能 有能力 保护自己 不受环境影响 你不可能做到 你做不到我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 两三年 不到三年 我们建这个 道场 这个道场 大家 我跟你们讲得很清楚 你们不认真干 我马上就走了 你要以为 我对着你 还有丝毫留念 你错了 你完全想错了 那是你 不是我 你们要仔细观察 我是怎样 离开台湾 怎样离开美国 现在怎样离开新加坡 我也会怎样离开此地 我 我给大家相处 只有一个条件 你们真正肯修 肯修 我们在一起 共同学习 你们如果搞假的 我就走了 不要 不要 这个地方 这么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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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 这么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些条件 我告诉你 我死了 这身体都带不去 哪一样是我的 没有一样啊 我不会到等死的时候 我才放下 我老早就放下了 那么这些 这个道场 所有一切 跟你们借个 善缘 我走得很干净 一丝毫留念 都没有 我去的地方 非常非常多 哪里有云 我就到哪里去了 我自己 很清楚 我的 风暴 我的 这个 这个 姿才 也丝毫 不缺乏 我拿手空空 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如果再建一个道场 比这里又殊胜 我相信 这个你们应该能懂得 我 一次 都比一次 殊胜 我把这里放下 粘手空空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相信 不到三年 建个道场 比这个地方 还要殊胜 这什么道理呢 自然 自然 天然 知道 你不懂 是你没有真正听今 这些年来 你要真正听我讲 你就完全明了啊 复得自然的 没有一丝毫勉强啊 你要问真正的原因 没有别的 开发自信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这样 感谢老师 感谢 护法 没有老师指点 我怎么知道 这条路 没有 没有 韩广长 这个三十年的 护持 我怎么能 把这条路走通 这条路走通 那不是个容易 事情啊 就是你修行 你要有好环境 这个环境 是得烈 护法 帮助你 我走通了 馆长才走啊 我没有走通的时候 他失踪照顾我 谁知道 没人知道啊 你也能知道 你的境界跟我平等 你的境界不如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境界高过 我知道 我遇到两个人 在中国国内 黄念祖拉去死 可惜他走了 这一次在日本 遇到一个 忠诚抗拢 他知道啊 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虽然访问呢 短短的时间 我们在一起见面 不到一个小时 见面 他知道 他知道 他今年97岁 那是个真正 优秀性的人 不是普通人 还空商人 也很了不起 今年85岁 真正的大德 真正的大德 越来越少了 希望年轻的法师 要真正发大 菩提醒了 正感了 现在时间到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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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